这边,我又把那个,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加密,但如果你觉得反正给人家看到没关系,这个加密可以跳过 然后呢,那加完密之后呢,你就把档案给对方,然后请他做另存新档,争议期 然后再请他到那个,就上方箭头里面的争议期,执行,把这个打勾 将来他就可以看到,他的电脑里面有那个,争议期的这个,相关的那个,制定函数 不过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变化,其实你可以切到开发人员里面 你会发现,争议期,他几乎是会不断的出现 也就是他会直接会出现在这个,他的副档迷令就是XLA AXLA,本来是X,他变成A,就A的硬实,这边有一个 那当然如果因为你有加了密码,所以你点开来,他会出现密码 对方如果不知道,他就没办法看到里面你怎么写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加密码的话,他就可以直接帮你把它打开 里面,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差别在这里 OK,这个是第一个,不过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可是争议期可以加上去,但是呢,如果我不要了 我怎么把它拿掉,而且道理很简单嘛,你怎么加上去 你就怎么拿掉啊,有没有,其他命令,争议期,执行嘛 打勾把它取消不就好了,按个确定 再到开发人员里面看一下,上面那个不见了 所以要怎么加,就是打勾,要怎么去掉,打勾取消就好了嘛,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你这一集也可以不止一个,你可以两个三个,看哪个要启动,你就打勾就好了 所以在那个e-sail里面,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你的VBA写好的程式分享给其他人使用 OK,那最后的话呢,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再可能来看一下,不过这个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因为要把这个讲完可能有点拼 因为今天讲的东西其实也比较偏难一点点 大家我就是,你们就反正都有画面 回去的话,我想还是要再动手做一下 因为这东西说真的,还是有一定的技术 所以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最后的话,我们把那个,如何设计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其实很简单,我们的需求 把那个需求讲一下 第一个,我希望可以让使用者填资料 可是问题,填资料的话呢,总共有几个栏位 1,2,3,4,平均成绩帮他算出来 合格不合格帮他算出来 多重判断也帮他算出来 因为这些都可以,后面我只需要请他帮我填资料 那其实表单最大的作用 我觉得它有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大部分你会花时间去检查人家输入错误 其实机会非常的大 而且很多公司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user来的资料都乱填,那你要花更多时间去检查他的错误 那与其这样,倒不如怎么样 你让他输入资料之前 先用表单帮他限制 你只能输入什么样资料 如果你输入错误,就不让你输入就对了 直到你是输入是正确的 那这样就没事了 为什么?因为再也不会有人输入错误 之前有太多同学,像比如说之前有个同学是购卖局 他底下有500多家的经销商 那以前是都丢e sale给他们自己输 回来之后他发现光加班也处理不完他们的输入错误 后来他就用表单去控制 发现从此以后不用浪费时间了 简直是太棒的一件事 他说自从有表单之后他不用花时间去检查错误 回来资料就正确的 他只要把所有资料合并在一起 分割合并在一起,他就解决他的问题 他的工作就多出很多的时间出来了 他可以多陪陪家人,不用一直加班 后来我看他脸书发现 他本来好像一个小孩 后来又多一个小孩出来了 因为他有时间回去可能跟老婆约会之类的 所以有的时候当然就是方法 其实真的是你没有设定一些条件 当然使用者他就乱输入 他也不会打掉问题 这地方是不是要怎么改 即便你跟他讲过他还是会犯错 对那你也不能你骂他也没用 他下一次又错,又一直错 可不可能,非常有可能 之前还有一家公司是两岸三地都有 也是一样嘛,大家乱输了 最后谁头痛 就会整治疗那个人非常头痛 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格式 而且还有各自的栏位 然后又不同的资料 反正随便乱 大家就好像很随性 那你就头痛了 怎么办,其实就从前端控管就好了 那可是问题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控管 当然你可以写网页啊 找外面团体公司帮你开发 其实缓不济及 而且是何必舍尽求远 Excel里面就有VBA 你干嘛还要去找什么 用什么,用Java,用Python,用R 那个还要绕一圈 最后还要再汇出汇入,汇出汇入 不用那么麻烦 这边就有东西了 何必自己家里就有了 还要去跟别人借 借了还要欠加一个人情 要不然就要去买卖回来 发现自己家里 而且这个工具已经非常好用了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快速的使用它 那我这个情境大概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只需要输入四个东西 按个新增 它可以自动帮我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底下 一二三四 有没有 然后输入完一列之后呢 再换下一列 再换下一列 所以我的需要是 帮我侦测到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那再把它加一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就是增测嘛 还记得吧 增测到加一就是下面 再增测再下面一个 所以它会一直往下输入嘛 那第二个就是自动帮它平均 还有做出这底下的东西 不过这个是后面的啦 我们先可以输入 今天大概就已经算足够了 那后面的话再把它加上去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怎么样建这个表单 那建表单 其实就是按照固定的SOP 一增加一个表单 自定控制项 那那个原则是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反正你就先把表单先做出来 然后再撰写这个按钮程式 这一题就完成了 那怎么做 我们按部就办法来 第一个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也是一样开启Visual Basic 那它制定模组 现在没有按右键 插入之前有个模组 对不对 有没有注意到 上面有一个什么 制定表单 就是它了 OK 所以一样的方法 只是说把它改成制定表单 那这个表单里面 我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 请你把大小稍微调一下 移一下 这边工具箱 那我需要改哪些地方 请各位参考一下云端 左上角变成成绩系统 名称叫做Home 先叫Home 然后左上角 底色改为绿色 三个动作 怎么做呢 一名称改成叫Home 所以你把它打一个Home Enter一下 二左上角找到Caption 这个叫属性 属性里面的这个地方 叫成绩系统 成绩系统 有没有 Enter一下 所以属性的话 这个Name改一下 Caption改一下 背景改成绿色 你可以自己选 背景改成绩系统 顾名是一码 点一下旁边 调色盘 浅绿色 第一个步骤完成 所以插入制定表单之后 请你改三个属性 一二三 外面OK了 再来的话 里面怎么做 我要产生总共会有 一二三四 然后这边有四个输入 一个按钮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点这边一下工具箱出来了 前面的东西就是大A 标签 只能够什么 显示 反正它的作用就是说 告诉使用者说 旁边要填什么 那输入的话 就文字方块 按钮的话呢 就是叫做什么 命令按钮 就Commend Button 所以一点这个 拉一下 这个是姓名 所以你在上面 把那个Caption 改成叫做姓名 Enter一下 不会呢 字太小 怎么办 很简单 下面一个FORMS 属性 旁边有个小按钮 把它改一下 大概16号字好了 大概这么大好了 然后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大概这么小 OK 然后呢 底色看你要不要改了 底色如果说要改的话 就Big Color 那我好像范围里面 是改成灰色的 类似像这样子 颜色呢 大概这样 你就把这个再拖拉一个 拖拉的时候顺便 按个Ctrl键 表示什么 复制嘛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 那如果没关系 如果你Y7扭8 假如你手会抖的话 你就是这样 然后你把它选起来 对不对 你要让它对齐 怎么对齐 格式 对齐 主控向 左援 哪一个是主控向 白色这一个 先选到的就是第一个 就是排头 有点排头挥准 向左看齐好了 向左 左 有没有 主控向左援 好 第二个呢 间距不一样 怎么办 格式里面的垂直间距 设为什么 相等 OK了 里面呢 再把它怎么样 改一下这个 Caption 有没有 这个叫什么 答案考核 那下一个的话呢 就是操作考核 反正复制贴上就好了 贴到Caption 应该会啦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是把这边呢 拖拉什么呢 文字 有没有 这边文字方块 然后呢 这个再复制一下 因为会有四个嘛 Ctrl 键按住 Ctrl 键按住 那如果说不一样 应该是间距不同的话 没关系 选起来 其实不过理论上 我让Ctrl 键向下 拖拉 其实都还蛮准的 如果不准的话呢 就把它垂直间距 再设为相等 那最后的话呢 再增加一个这个 Comming button 命令按钮 拉一个这个叫确定好了 我说有什么意思 打确定 新增 那这个就打一个新增 那字的大小 反正就大概 差不多16号字 那字的颜色 如果说你 这是Fullcolor Fullcolor只是前景颜色 如果要把它变成红色字的话 就这样子 好 再稍微调一下 恭喜你 做完了 那怎么显示出来 上面有个play对吧 直行 跳出来 OK 不过当然你会发现 这边可不可以输入 可以输入 可是字太小对不对 没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 这几个 这几个 有没有 它的缝 字的大小 一定是在这里 它旁边有一个小按钮 把它字 大概调到16号 每个都16号 然后再执行 这个时候呢 AAA 有没有 就可以输入了 然后这个 反正前面再改一下 成绩打一下 按Enter Enter 再Enter 它就可以执行了 可是现在按Enter 应该没有效果 因为我们程式还没写 所以等一下 就是再把程式写上去 按一下新增 就自动帮你新增上去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其实做一个表单 并不会花太多时间 但是我觉得那个效益还蛮大的 尤其是你将来 你需要让人家输入一些资料 真的非常有必要 我发现很多时候 你真的给人家档案 是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 因为那是灾难开始 因为真的你给他的档案 他永远都会给你 你无法想象的一些 奇怪的状况发生 但是如果你把它先做筛选 真的 从此 问题就不会再发生了 因为你 他输入错 完全是不能key进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一定 我觉得啦 如果你会有 刚刚所讲到的这些 这些遇到的问题 一定要把这个 前面的控管一定要做 否则的话 真的是 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而且你跟他讲过 他下一次又在犯同样的错误 永远都 因为 你ESEL是开放的环境 你一定要给他做一个 保护 甚至未来 甚至有可能 里面也不能让他停 可能什么时候可以解 输入完就赶快再把它保护起来 输入完赶快把它保护起来 Protect 把它保护起来 否则的话 这个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开放虽然有好处啦 可是 往往这个开放之后 带来的问题更大 开放 跟一些 就是控管 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 很需要去 去做的 限制 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稍微了解一下 如何建立一个表单 并且把它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就可以了 那后面当然还没把程式写上去 不过今天时间上面 可能没有办法 把那个程式部分讲完 所以 也许你们先了解一下 那下个礼拜 我们来的话 就是会再把这个程式上面 再把它补上 如果有时间的同学 回去也可以玩玩看 这个表单还蛮有用的 那这个表单 可以输入之后 也不需要去别的地方找资料库 你想如果还在找什么 Oracle MSC库那些东西 不用啦 Excel就把它当资料库来用就好 因为 因为通常 如果你的资料量不多 放Excel就够了 它最大可以放100多万笔 1048576 我想应该绰绰有余 对于一般小型的资料库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玩玩看 那个表单的部分 那么好 嗯 谢谢大家